快為金鐘50按讚 天天送5000 還有機會玩彩金藥藥的抽6萬大獎 零藥窗口排排站 但拿回家的藥卻不見得全都下肚 一名藥師在網路上分享 民眾拿一大袋原廠藥來回收 他問對方知不知道這袋藥值多少錢 得到的回應卻是 藥不是都比糖果還便宜嗎 藥師說聽了差點吐血 因為小時候他在菲律賓生病 14顆抗生素就藥價3000塊 原本反對人家說 台灣是軌道 但現在卻因為這一袋廢棄藥 讓他認為台灣是福利好到 不能再好的軌道 開業藥師神才因感受最直接 因為藥局本身就提供 回收藥品的服務 民眾沒吃完的 過期的藥通通往這裡塞 好幾串藥包原封不動 旁邊這袋更誇張 有中藥鎮定劑抗病毒藥 直痛的胃藥消炎超過10種以上 全部都是同一個家庭 沒吃完的藥 光台北市藥局 每年回收平均就有5000公斤以上 從今年7月開始就針對再發生的重複用藥 就同一個成分給double的劑量的這種情況 我們就變成是不再給付了 重複給藥怕浪費 重複用藥擔心副作用 今年7月起民眾藥品遺失或毀損 健保署不再給付 想多拿藥得自掏腰包 只是能否有效遏止藥物濫用 還是得從國人用藥管理下手 記者黃家瑋 邵日銘 台北報導